有女士向我们求助说 21年前丈夫因病去世之后 她与丈夫的三弟结为了夫妻 在跟随三弟的21年时间里 却让她经受了太多的家庭心酸 提起过往的事情 刘女士眼含泪花 刘女士说她原本没有打算改嫁 丈夫去世时 她有两个女儿 大女儿六岁 小女儿三岁 她一个女人很艰难的养活两个孩子 在三弟一再恳求的情况之下 她才答应了嫁给三弟 就人家留在这里 人家鬼子 竟然是弄吹 风雨风雨 人家人就走到一起 人家结合之后有孩子没有 又生了一个二个俩妞 从夫妻二人的表述中 调解人也不难听出 刘女士与现在的丈夫何有良结婚后 夫妻俩一直勤勤恳恳 共同养育了五个孩子 家里也盖起了两层小楼 按理说生活上还算可以 说不好听 那么夫妻俩如今又遇到了什么问题 为何说如果再这样下去就得离婚呢 现在是体育就搞 因为发现了菜片已经写来了 谁就搞了 人家夫妻 搞谁来去 搞我了 搞你了 那弟兄几个我想问 现在是弟兄三个 我说 三人还有个老大 下来是个老四 刘女士的丈夫何有良说 父亲已经将他们两口起诉到了法院 并状告他们夫妻不赡养父母 对于父亲的这种控诉 他表示很不理解 那么何有良的父亲 为什么要状告三儿子呢 这个是不是你三儿子 他要去住我们电台 说你们中间发生点矛盾 昨天还搭家了 现在我们来给你解决解决 那可就刚好了 就是啊 小伯咱有两个做家 说说中中 在何有良的四弟家门口 调解员见到了何有良的父亲和母亲 调解员在与何有良的父亲沟通之后 何有良的父亲表示 愿意跟三儿子三儿媳当面将事情说清楚 随后骑着三轮车带着老伴回到了他们居住的地方 然而调解员刚到老良口居住的地方 何有良的父亲情绪突然变得激动起来 何有良的父亲哭着说 三儿子与三儿媳前天将他们老良口的过往瓢勺 以及床铺全部扔到了门外 他和老伴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才状告了三儿子三儿媳不赡养父母 那么刘女士与她的丈夫何有良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你父亲不愿意拼着远 你是不是把他国都扔了 他觉得不能 有者是毛老三姐 梦做着他不给你开 要么是屋里头有这种 你爬梦 很大爬梦 不给你开 一会一会 他整个里头弄的梦 要么是他做什么 他不给你开 要么是个里头杀着梦 他不给你开 对于公共的种种指责 刘女士并没有回避 而是当场承认了 难道将公婆的东西扔到门外 作为儿子和儿媳 两人还有理了吗 这样的做法 不就是要将父母 拧出这个家吗 十三亩的地方把他越来占卖 他炸走了 他只有住个怪物 他炸走了 看地方确实是个事实 要是说早上同意 到下午也第一过来了 不同意了 然后放四菜了 不叫搬了 何有梦说 他们家今年种植了十三亩的地黄 现在急需一个院子和房子 熏烤地黄 他与父母多次沟通 希望父母能够搬到四地家 暂时居住 但是父母始终不愿意 难道父母不同意 就要强行让父母搬出去住吗 这个院子和房子 到底又是谁的呢 何有梦的父亲说 这个院子是属于他二儿子的 房子是他帮忙盖的 二儿子去世之后 他和老伴便居住在了这里 现在三儿子和三儿媳 想强行撵他们老两口搬出去 没有任何道理 然而此话一出 立即惹怒了刘女士 刘女士说 前夫生前一直体弱多病 没有任何能力挣钱 盖房子的钱 都是他一个人借的 可以写上 我跟你说 老子想住这个 老三媳妇 你也想好起来 那这还是他儿子来远 明白吧 那这个也没有分 他说了 就那老张国有点 糊涂是糊涂 哪了 当时分家没分清楚 没说 调解员分析 即便这房子是刘女士盖的 也不应该年公婆搬出去 而且刘女士早已改嫁三地 公共婆婆有权利 居住二儿子的宅院 那么刘女士如此强行 年公婆搬家 又是否考虑过 宅院的归属问题呢 刘女士说 儿子何世杰已经二十岁了 前夫留下的宅院 按理说应该归属于儿子所有 而且他通过村里也已经开了证明 他是在多次与公公协商未果之后 才一时生气 将公婆的东西扔到了门口 为此公公还打伤了他的丈夫何有良 对于打伤儿子头部的事情 何有良的父亲也当场承认了 至于打伤儿子的理由 何有良的父亲也解释说 是三儿子只是三儿媳骂他了 然而对于公公的这种解释 刘女士并不认同 从翁熙之间争执的话语中 调解员也不难听出 翁熙之间以及父子之间产生矛盾的起因 就是因为这处宅院 然而甭管是什么样的原因 儿子儿媳也不应该骂父母 更不应该将父母的东西扔到门外